你看就是蚊子咬的包 好大一个 谢谢点赞欢迎你们 今天帮我点点赞呗谢谢你们 没有买文枪 助你呢 什么意思我为什么一直问助你呢 啥意思 我的晚餐 谢谢送来灯牌和小星星 晚上好 我不知道 阿芝回深圳了吧 我在家里面 谢谢明月阿姨 你们可以的话 邦达尾送送粉丝登牌和人期票 谢谢 或者帮我点点免费的赞赞也可以 妈妈在 妈妈在 妈妈今天去玩了 妈妈 吃点赞 嗯好好吃啊 番茄炒蛋 然后加米饭 你们吃饭了吗 晚上好 阿姨叔叔 你们吃饭没有啊 吃过了 小燕 过得挺好的吧 最近没有跟他联系过 哇塞 哇塞这么肥了呀 什么意思 我已经都瘦了一些了 我是壮好不好 不是肥 刚下班 抓紧吃饭啊 晚上好啊 阿姨 你看里面还有虾 你们看 我没有跟小燕联系 还有虾 我没有跟小燕联系 但我吃晚餐了 刚刚回家 晚上好 嗯 大家好幸福 幸福吗 我点的外卖 就一个番茄炒蛋而已 幸福的话 有人跟我做饭 在家里面 等着我回家 我哪里幸福啊 如果幸福的话 就不会这样 幸福啊 幸福是 你忙碌了一天回家的时候 家里有一个人在等你 等你一起吃饭 一起 晚餐 一起看电视 那个才叫幸福 对不对啊 叔叔阿姨哥哥姐 你们觉得呢 会有的 会有的 我现在 我现在每天 都在好好的努力打拼我的事业工作 就是我投资开了一个店嘛 但是 还不够成熟 所以我一直没有跟叔叔阿姨哥哥讲 姐姐讲 我想把这个店弄好了 我妈妈有点事情做 因为现在 好平时没事 所以我最近一直在忙着店面的装修 各种事 装修就是我自己亲力亲为 所以你们看我天天 穿着背心 我就是要去忙 怎么那么胖了 我不 开了什么店 一个餐饮店 谢谢点赞 叔叔阿姨 你们以后 来乐山旅游就可以来我家吃饭了 我不收你们的钱好不好 你们来 儿子请客 叔叔阿姨服了 你脑子是不是有病啊 我直播间都是我叔叔阿姨啊 你还服了你服啥呀 一天 一天 嗯 参与不好做 也挣不到什么钱 我只是希望 因为妈妈年龄大了 她平时也没有什么事情做 我就希望 不一定要挣多少钱 她有个事做 就投资也不多 是这样的 几万块钱 不多 就一个很小的店 不大 只是说让她 虽然到这个年龄 她自己每天有点事情做 是这样的 因为人一旦闲下来 就会想东想西的 我妈妈之前不是 一直在喝酒吗 喝八加一 身体也不好 那现在她也不喝了 给她找个事情做 她身体慢慢也能好起来 这样子人也有精神 每天有自己该干的事 我是这样想的 你们觉得呢 叔叔阿姨 我觉得是这样 人不能停下来 停下来就废了 所以 还是要有点自己的事情吧 因为 打我一想 对 我年龄也不小了 我都28岁了 我妈妈也五十几岁的人 都 该经历的都经历了 我年龄也不小了 马上三十岁了 所以 还是平平淡淡才是真 回来好好陪父母 陪伴父母亲 好好的 安安稳稳的生活 这就是我想要的 谢谢 所以现在我每天很充实 我每天 闲暇时间 我就健身 健身 然后我就 回来我就吃这种 干净的饮食 然后我去打篮球 减肥 我现在是173斤 172 我要减到150斤 我要把我的形象搞到很好 因为这个社会很现实 你们觉得对不对 叔叔阿姨 还是要看你的外在条件 看你的形象 你形象好了 你机会就更多 再加上如果你本身 有情商 有智商 会为人处事 有工作能力 那你就比同样的人 多了更多的机会 什么时候胖 胖了很久了 但是减肥也很快的 对 我会很快减下来 所以我在努力 不管是形象 还有家庭 我都要兼顾 都要照顾好 但是我不累 我很开心 我很充实 我觉得 我的父母在我身边 我能照顾他们 就像小的时候 他们把我养大 照顾我 现在换我来照顾他们 我觉得 虽然 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但是我觉得 我成熟成长了 这才是一个男人的 样子 就变得成熟的 样子 所以我在努力 因为我也没有 没事 边吃边聊 我也只有 我最近也只有吃饭的时间 有时间 给叔叔阿姨直播 最近太忙了 真的 吃饭 吃那么多 不多 这个不多 吃一碗饭 我刚见完生 我爸爸呢 我爸爸也刚回来 你们知道的 我给叔叔阿姨说过 爸爸刚回来 我吃了其实饮食很干净 怎么跟叔叔阿姨说呢 其实很干净 我吃的饮食 我在健身嘛 所以 我不是要减体重 我是要减我的体脂 凌晨粉 暂时没有阿姨 嗯 好吃啊 哪好吃了 还说减肥 吃那么多 我就这么说吧 阿姨 我每天 一样的饮食 我这六天 我已经瘦了五斤 五斤半了 因为 因为怎么说 我的代谢是很高的 我每天训练量很重 比如说 我前天 我前天 我那个硬拉 就是把一个东西拉起来 你知道我拉多重吗 三百六十斤 一百八十公斤 所以 每个人的代谢不一样 我每天训练量很大 而且现在你看我吃完 我的饭里面是没有一滴 油的 就很干净的饮食 番茄炒蛋 蛋呢 它是很好的蛋白质 优质蛋白 再加几个虾 然后米饭呢 它是碳水 我训练完 我必须要吃碳水 我才会长鸡肉 然后一会儿吃完 我还要去打篮球 白天下午 白天下午 我还要帮家里装修 我要自己清理清为 所以每天 怎么说 我的消耗量很大很大的 所以是这样的 所以我必须要吃米饭 你们不吃 我问你们说说阿姨 各位姐妹 你们不吃饭 你们是不是晚上节食 很饿 半夜三更两三点 都睡不着 很难受 有没有有的话够一 然后坚持几天 是瘦了一些 对不对 怎么碰了的感觉 其实真的没胖 比上次你捡我手多了 结果 哦 比上次你捡我胖了几斤 是呢 然后那个 怎么说 你们这样子 坚持几天 你们是不是突然饿了 然后又去吃 宵夜 又胖回去了 开夜了吗 结果你们店 是明天 后天开夜 是不是 我看朋友圈 我看后天是 后天是 三十哈 后天来不到的话 我打后天来 给你撑场子 结果 必须给你砸起 穿上背心 感觉有点胖 是的 但是肌肉也有了一点 每天都在练 一会儿去打篮球 好了结果 散了给你练习 小燕的话 不知道 最近 没跟他练习 小吃脂肪 还要多的时候 好的 你多高 有没有知道 我多高的 叔叔 阿姨哥哥姐们 我看 你们还记得不 我前几年的 前几年 我去烤冰的时候 那个时候年龄小 一米七八 然后前几天 我去量了一下 净高 应该是 一米八一 到 一米八一 到一米八二 净高 现在 净身高 穿鞋 就八四八五 一米七十三斤 我前段时间最胖的时候 一百九十斤 很早了 那个时候年龄小 就没走成 在我们县里面 我初中的时候 就一米七八七九 就一直不长了 初一的时候 六年级 七年级 就这个身高 后面就不长了 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后面 这年年 就长了一两厘米吧 还是有点胖的 其实 我肚子上 肉特别多 长身体的时候 嗯 然后后面 我就没上学了嘛 我就去 去外面打工去了 出去 敞当社会 社会大学 然后就 做过很多事 我在酒吧唱歌 哦 哦